好,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是我们免费课程的第42课,我们今天来学一下如何在一周之内去提高语法,今天我们录中文的是因为很多东西需要具体给你们讲一下,因为你们有很多都是学语法的一个误区,所以很多人都说那不可能觉得语法很难,对不对,你们根本就不用把语法弄那么难,你们知道,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昨天讲的News Media is an influential那道题,那道题特别特别重要, 昨天和前天的两节课一定要回去复习,然后如果你还没有去注册我的免费课程的话,keesos.com直接注册一下我的免费课程,所有链接都给你放到这个视频的下面了,然后记得去scan这个二维码,然后去关注一下我的微信订阅号就可以了,上完免费课之后再考虑上不上完整的课程,上与不上都是取决于你们呢,就是你觉得有效的话有必要再上,没有必要的话就可以不上,上免费课就ok了,来我们看一下, 今天讲的这个怎么提高语法,这个是我们证课里面都没有的,所以不管你是我的学生还是不是我的学生,你都要认真听这些课,好,很多时候都说随着语法有下面几种方法,第一个就是读一些语法书,然后就是,要么是用你自己的语言,就是读中文的语法书,要么读英文的语法书,要么就是google一些语法,一些grammar website,要么就是读一些sentence, see example sentences, 所以你觉得哪一个会更好,其实我也不是特别知道,我最早学语法的时候,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去怎么样学的,我没有去学它,我直到上了这个课,录了这个课的时候,我才开始去学语法,我根本就没有学过语法,但是我没有学并不会影响我写东西,所以我写的东西全部都是follow这个structure来的, 当我的语法是五点五的时候,我就做了下边这个,我确实读了一本语法书,其实我根本就看不懂,但语法书有一个好就是,它后面有一些practice,那个练习还是比较好,它可以去帮你像一个checklist一项,去更好来理解,所以语法书这样用,你可以直接做后面的练习,而不是看前面那个chapter by chapter,chapter by chapter根本就看不懂了,尤其是中文的很多语法书,什么从具什么的完全都是错的,什么时间撞入,什么时间, 这个状元,那些东西全部都叫closes,怎么会把一个closes分成那么多种呢,没有那么复杂的,第三个就是,你要写一个assay,send it to elsebook,你把你影片文章学完这两个之后的话,写一篇文章,给 elsebook发过去,然后你把你自己的语法错误,和一些你语法书里面语法点给它match住,你就知道,一个句子,再听好,这个用elsebook说,再和你们认真说一下,当你们去做作文pk, 改的时候,后面我会再讲,一个句子反映出来的是一个语法点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句子里面的错误,改作文,改作文,是帮助你去诊断,而不是提高的,提高是在于你自己,我再说一下,改作文是帮助你去诊断,而不是来提高的,就像你去医院看病一样,医生跟你说,我觉得你得了感冒,你应该多吃一些VC,那是不是就是诊断啊,跟你说你现在是感冒, 多吃一些VC,那你他们不吃VC,你怎么可以去变好呢,所以吃VC就是后面那个,match这个gramma,就是把你的,把你现在的问题,那问题给他分一下具体类,然后你才知道,后面你要知道怎么做,对不对,你又把它放在一个table里面,我后面会给你讲,放在一个table里面就,哦,原来这样的错误,叫做诸位一致的错误,然后呢,你再回到你的语法书,读相关的那个章节,你就可以更好来理解了,然后这一点, 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是game changer,就是你需要去correct所有的语法错误,again,before your writing,这什么意思啊,在你每次写完整的文章之前,一定要修改你所有的语法错误,再修改一遍, 因为我们人都是喜欢habitual thinking的,habitual thinking的意思是说,我们脑的那个neural,里面很多东西,我们脑神经里面,很多东西是有那个勾勾的,就是脑回路那种东西,有勾勾的,然后你总是喜欢走一样的,你经常错那个勾勾,那怎么去改掉这个问题呢,take time,你每次都要走新的就可以了,那这个六,六就是这样,就是这个意思,每次写之前,都要把你之前那个错的那个勾勾, 走正,每次写之前都要走这个,大概有一周的时间就ok了,好,我给大家下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每一个步骤,你应该去找哪样的资料啊,我不知道这个网站有没有被中国屏蔽,应该没有,希望没有吧,哦,这个是YouTube,是屏蔽的,你不需要去翻墙,我跟你说啊,一定要翻墙,知道吧,因为只有翻墙之后,你才可以有这些比较好的资源,嗯,因为YouTube是一个非常好的水英语的一个渠道,来读一下那个English grammar,如果想知道怎么翻墙的话,右上角这边, 下面都有我的二维码,直接扫我的二维码,我就告诉你怎么翻墙,你要去读一下英语的语法书,chapter by chapter,这个你可以不要读了,直接用我给你放在下面这个链接,这个链接非常非常好,给你放在视频的下面了,它有很多免费的语法课,你看全部都是按topics来的,你可以看外国人讲语法说,他什么时候跟你讲过那么那么多从句啊,不就这几个,先是词怎么用啊,比如形容词啊,副词啊,逗号啊,这就是跟我们课程里面讲, 就差不多的,我觉得还挺好,它有些免费的课程,也有视频的,所以就非常好,而且讲得很清晰,然后下面就是它和我一样嘛,我们都用了这个在线测试平台,给你一些,像我们课程里面这种嘛,填空选择题目来做,然后呢,接下来我说第二步,你学了这些之后,你需要把它发到outspot去改,下面就是outspot链接,就是改雅思,雅思作文的,那我这边呢,是只给我VIP的学生改作文,而且我是限量的,所以我没有办法给你们改作文, 我的学生都会发到这里面去改,也是一样的,然后这边就是,如果你快的话就是23美元,就不是很贵,还挺便宜的,不要找中国人去给你们改作文,我的学生作文我通常都不改,因为写作这个东西就像口语一样,一定要native speaker来的,你自己学再好,你也不是native speaker,所以一定要native speaker来,我们这边都是外交改,所以不要找中国人给你改,直接发到那个outspot,而且一定要有经验的,才可以给你改出来是多少分,outspot还是 算不错吧,他给你的分数往下降0.5分就可以,因为他有时候会给我学生分数会比较高,然后第四,就把你的语法错放在一个语法点,一个,我下面给你们看这个,excel表格呢,就是我VIP的学生,我们每次不仅会给学生会,判每一篇文章的语法错误,然后给四项的评分,同时还会做这样一件事,然后这是我们新更新的VIP课程, 这样一件事呢,就是说,每个同学的作业下来之后,我们都会把他的错误的句子放在一列,然后呢,把他的语法类型,是什么类型的错误放到一列,然后再有具体的解释,然后再有一篇是他correction,用excel表格的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说,哎,这个学生经常犯这样的错误,那我就给你留一些actual homework去做, 因为我有些时候会给学生留一些,就是更多的一些作业去做,那这样的话,我们也看,你这边应用filter就可以filter出来,他的一些,经常犯的一些错,比如说你看这个学生,你放那,这学生就放了,很多个都是,就是词组的错误,还有preposition,借词错,你看,错了两个都是借词错的,然后呢,紧接你需要做的就是说,你自己做的时候,也是做这样的一个表格,你自己做的时候,在这边写上,我的错误是什么, 然后呢,你去分析一下,你这个是属于什么样的错误,然后,为什么我经常会建议,我六分以下的同学都会报VIP课,因为六分以下的同学,自己是没有能力分析出是什么错误的,所以都要让我们这边来分析,如果你比如说六分六点五分的话,你完全可以自己来分析,你自己来分析一下是什么类型的错误,然后回到上面这个daily lesson去,把整个一个类型的知识点全部都读一遍,我再说一遍啊, 如果你发现你借词错了,你回来找借词这一项,把整个借词都读一遍,如果你发现你,比如说你adverb错了,复词错了,你回来把所有复词都读一遍,一个错误反映的是一个知识点,而不是一个错误,这可以明白吗,好,有了这个之后的话,你每天写作之前做的一件事,就是看这个表,把你的正确的再写一遍, 然后第二天说,在那边还有一栏吗,再接着打,这个就特别好,我以前复习的时候就用了相同的表格,但我手写的,所以我们现在都变成电子了,电子很好,因为你可以无限的在后面加column,加很多列,然后写到后面就可以了,好,下面就讲到这边,如果是亚斯福斯的话,语法就讲到这边, 还有一个,这个是我自己最近在experiment的一个东西,这个特别好,它叫做Fluent Forever的一本书,这本书呢,可以帮助你去掌握所有的语言在最短的时间内,它里面说的就是一个月之内就可以掌握它的语法,它用什么呢,就是我们经常给学生用的那个flash card,我的课程里面也有这样的flash card,是帮助我们去拜词组的,但其实我也之前也没有想过说,flash card可以帮助我们去学习语法,我自己现在在学, 那个second language,second foreign language,所以我想说,我自己在去试验这个零还是不零,science证明是零了,因为很多人都这样试过,这个怎么用呢,你可以上这两个网站,一个是Anki,一个是Quizlet,我既然用Quizlet,用Quizlet因为比较好用,Anki特别特别复杂,你们用Quizlet就足够了,就是我课程里面自带那个Quizlet,我们也有这个,就是application,它就是说,你可以自己去做一些flash card,比较耗时间,但是, 效果会比较好,是这样的,我们看一下怎么学,有些语法不好的同学来做这件事,你就做一个卡片,A面是这个句子,挖一个空格,比如说,my homework was eaten,空格,my dog,这个我觉得你可以可以结合这个一起用,比如说你看这个同学,这个就有一个错误,它写的是,it has been a prevalent trend, that museums begin to charge,我们跟大家说的是simply write charge,instead of begin to charge,那这个还可以,我们看这个吧,这个, well I agree with that,实际上这是well I agree that,那这边就可以写,well I agree,然后点一个空格,charging,然后这就是它的I面了,对不对,B面的时候呢,把整句话写完,my homework was eaten by,把这整句话填上就可以了, 所以你每次,它这个,我一会儿会给你们演示quizlite怎么用,你每次用quizlite的时候,它是 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quizlite是怎么用的啊,你进来quizlite这个页面之后,你自己是可以create一个study set自己来做的,那我这边就做好两个例子给你们,那点一下flash card就可以学习了,就刚才那个嘛,一样的, 然后呢,点一个说话,就会说话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你的第二个set card,第二set card就是,你把你需要去学的那个词,比如说呢,我要学借词,放在第一页, 然后你把整个句子和画框那个放第二页,就是这是第二个,然后第三个set card就是,你把这个挖空整个放在一页,同时你加一个照片在这边,然后呢,在你的背面的时候,把这个借词写上,把完整的句子放在这边, 但是他说这个并不是说一定要用,他把那个这个词的意思写到这个图片的下面了,也会帮助你,第四组你可以不看,第四组可用可不用, 所以第四组你就看,他把这个句子,图片,定义都放在一起了,区别就是说,好像第一组的时候就是挖空,然后到第二组的时候就反向,我觉得其实前两个就够了,第三个你可用可不用, 我现在自己在拿它去学韩语,就是第一页也是这样,然后第二页也是这样,我自己觉得还挺灵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整个的reference list,全部都给你们放在下面了,所有这些东西你们都会去看一下, English grammar这个.org,就刚刚跟你们说有免费语法那边,然后Fluent,Forever,就是这本书,跟你讲怎么样快速随习语言, 然后grammarly大家都知道,grammarly我的学生都知道,就是免费的语法修改工具,然后你可以买它那个, 大概是三四十到一个月的那个premier version,我建议所有学生买那个, 因为它可以去修改语法,论文什么的,全部都可以修改,真的特别的特别好, 到我的网站上面有具体的怎么去注册的一个讲解, 然后呢,simply but effective grammar book,一个叫什么grammar book,叫bloom grammar book, 我有学生就是拿这本书,突击的语法,然后成绩就从5.5到6.53周的时间, 他跟我说这本书邦态很大,所以你们要认真来读一下这本语法书, 然后到时候第二个是一个网站,是可以用来去查一些单词的意思的, 它比其他网站好处就是,它不仅给你这个单词的意思, 还会给你一些例句在这边,然后最后一个就是long night, 这个就是一个网站,它可以去给你免费的修改, 我为什么不建议大家用这个,如果你只是单纯的学习语言, 像我这种,比如说我现在在复习韩语,那我可以用它, 别人可以给我去改,你是考雅斯,不是去学语言, 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考雅斯的话,建议还是直接用elsplug就会比较好, elsplug或者是grammarly,因为这个互相去给你修改的话, 你可以拿它去改口语,不要拿它去改写作, 因为写作对任何一个语法点,包括一个加S和不加S, 都要求非常非常高的,有些local,他自己写作都拿不到8分, 他没有办法去给你改的很好的,尤其是那些, 还有一个点就是说雅斯的评分标准, 很多local自己都没有办法去理解, 所以一定要找考官去给你,一定要有经验的, 所以就是一定要去elsplug, 因为这个elsplug真的非常好,我经常给他们做宣传, 非常好,然后我自己感觉还不错, 我学生也会感觉说还不错, generally的话都会给你一个大概7的分数这种, 好,我们就讲了,语法就讲到这边, 你们记住啊,直接就是看这个课就OK了, 翻墙看一下这个语法课挺好的, 不要去找其他那个中国的一些语法书来读, 你肯定越读越晕,明白吗, 这样子,我后来在准备这个课程的时候, 我的语法几乎也都是看这些视频啊, 看这些视频来学的, 也不是说看语法书的, 因为语法书你会越看越晕的, 好吧,好,我们就讲到这边, 然后大家来复习一下, 这一周的所有课程你们都要复习一下, 然后我会把所有的slicePPT, 你们可以看到这边是有免费课程以来, 所有PPT已经260页了, 如果你打出来也是一打的, 所以你把之前学过的全部都复习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记得去注册我的那个免费课程, 大陆同学直接到优酷频道就可以了, 下面都有优酷频道可以看到, 就有链接直接优酷频道看免费课程就OK,